农粹姐妹投靠京城姨妈 仁静老二凭着嘴甜 哄得姨妈心花怒放 不仅帮老二搞定新学校 还给姐妹俩做了新衣服 说你这嘴皮的可真好使 做一个三一又一个三一 寄人篱下 妈说了 说好话不花钱 初战告诫让老二信心大增 准备如法炮制哄好俩表姐 津平姐 你好 我二姐不爱说话 没关系没关系 我爱说话 三言两语果然说得二表姐 对她有些刮目相看 甚至还夸她有一种质朴的美 惹得老二一高兴 抬腿就要往表姐那凑 再令二表姐眉头一皱 接下来的话如同泼冷水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进我的房间呀 老二顿时愣住了 自尊心受到十万点暴击 自觉地退出了表姐房间 失落地回到自己房间 看不起人 热脸太冷屁股了吧 那不如不去 大姐春分劝她务实点 别以为换了一身漂亮衣服 自己就是城里人了 咱们现在寄人篱下 做好咱们的本分就行 我不是 我户口是北京的 就在老二自我安慰时 姨妈家的大女儿 主动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表示从此就是一家人 把这当成自己家就行 见老二还生闷气 她还耐着性子哄起了老二 长得多漂亮 再生气可就不漂亮了啊 大表姐的话让老二如沐春风 二表姐带给她的阴霾 也因此一扫而光 她只夸大表姐懂事又有气质 做人就该像大表姐这样 可姨妈家的三女儿却告诉她 老二瞥了一眼小表妹 哼 笑屁孩你懂啥 接下来的日子里 老二她们自然而然的 想跟大表姐走动亲近 可表姐表面上客客气息 实际上却对她俩拒之千里 失落的姐妹俩这才明白 原来大表姐之前来看她们 不过是走走过场 免得别人说闲话罢了 我说他们瞧不起咱们俩吧 你就是不信 不搭理我 还不搭理他们呢 就在姐妹俩为寄人篱下 感到不是滋味时 之前冷落老二的二表姐 却主动来到他们房间门口 老大邀请她进来说话 不 我不喜欢别人进我房间 也不喜欢进别人房间 就在姐妹俩觉得二表姐 还是看不起她们事 二表姐却邀请老二去逛街 要不咱们去大师了 二表姐 我想上街 逛街的时候二表姐 又是请老二胡吃海喝 又是请她看电影 还给她说了许多真心话 老二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二表姐是一个 外冷内热的实在人 之前之所以不让进房间 不过是单纯的有洁癖罢了 这下正应了表妹那句话 真是个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啊 我不想见还我 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看不下去但对我 你就帮我 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我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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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